MIRROR BOX 嗨 大家好 我是MIRROR BOX的編曲師Wheel Do,Re,Mi,Fa,Sala,T 這七個唱名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吧 但是呢在很多的時刻 我們為了方便會叫他們寫成音名 也就是將Do寫成C Re寫成D 或者是La寫成A等等 但是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時候使用呢? 你一定有聽過C大調或是C和弦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在討論後續這些組成音的時候 如果你使用的是Do,Re,Mi 而不是CDE的話 會很麻煩 而且常常會導致一些調星混亂的問題 所以為了日後的方便 還是早點學會音名會比較好 不過講到這邊 你們可能還是會有個小疑問 為什麼音名是從C開始 而不是從A 就是因為在過去呢 其實是以La 也就是現在的A為基準的 但是在調星中 A大調會使用到黑鍵 C大調則全部都是白鍵 久而久之 為了教學方便 大家就都使用C大調 也就是我們熟悉的Do,Re,Mi,Fa,So,La,T 作為一開始接觸的音階了 關於這部分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到社團提問 我們先繼續下去 接下來我們看看音名在鍵盤樂器上的位置 為什麼要看鍵盤樂器的原因 是在於大多數編曲軟體 像是Protools 或是Studio One 裡面都是使用琴鍵做編曲的 所以記好鍵盤樂器的音名 就可以說是往數位編曲 踏入的第一步 在琴鍵上 你們可以這樣記 先記C和F的位置 然後記得C後面有兩個黑鍵 F後面有三個黑鍵 而數字裡面先有2 才有3 這樣就可以知道 C和F分別是在哪 不會搞混 然後就可以去推算 其他的音是在什麼位置了 比方說圖中的這個位置 因為F的前一個音是E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就是F的前一個音E 再來大家有聽過所謂 聲記號和降記號嗎 顧名思義就是讓聲音 升起來和降下去 比方說 如果圈起來的這個黑鍵呢 是升C 你也可以說 它是降低 然後不用懷疑 升C和降低 是同一個音 但是在進階的和弦討論中 它們代表著不同的意義 所以你們可以先記 它們是同音 但是不同標示法 至於像E、F中間沒有黑鍵的這個狀況 是否代表 升E還有F是同音不同意呢 是的 沒有錯 就是同音 但不同標示法的意思 最後再幫大家熟悉 鍵上的音名 我會給你3秒鐘響 然後3秒鐘出現答案 然後再換一個音名 大家要盡快答出來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还不熟的话 可以回到前面情见的地方多记多看 那任何问题 欢迎到创意音乐和编曲社团提问讨论 我是Mirrorbox的编曲师Will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